嗨大家好 又來到久違的開箱影片 那其實還蠻少在買東西的 所以這類的影片就比較少 所以難得有一個東西的話就稍微記錄一下 也沒有想說一定要上傳還是什麼 就是記錄一下生活這樣子 然後也記錄一下自己可能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到時候回去看的時候 可能可以知道說這個東西到底到底耐不耐用 用了多久這樣 那我拿了這個美工刀 那是事不宜遲 其實我也覺得很可惜 就是我之前用了一個耳機 然後是台灣買的鐵三角耳機 我應該用了蠻久的 我覺得可能是從 應該是研究所吧 或者是搞不好是大學化畢業的時候 然後用到最近才有一耳 就是沒有辦法 它就是那個線路斷了 然後本來想說只是耳機解體的話 就把它裝回去或者是找方法把它黏起來這樣 但是結果後來發現說 然後那個有線路斷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可能也是 因為來美國之後其實還沒有買過這種有線的耳機 不管是耳罩式還是那個入耳式 耳道式的 那個都還沒有買過 所以想說試試看 那其實也 因為其實我來美國之後 有買過一些 一些那個什麼 藍牙耳機 就是 之前有別人推薦 然後就覺得很便宜 滿想看試試看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才20塊美金而已 結果音質居然這麼好 然後所以我就 讓我覺得說 那可能 可能我的 我的這個 入耳式 耳道式耳機 可能也不用買太貴 反正試試看 就是如果覺得音質不好的話 就可以再退貨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這次買這個 其實是不到20塊美金 他是 他是叫Sophia 這個牌子 我看我其實為什麼會買這個 就是因為 我在 Amazon上面看他 他的牌名滿前面的 好像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第一 前三名應該都是Apple的產品 那 那也不意外 就是因為 Apple用戶太多 但也不代表說 Apple的產品就真的好 怎麼樣 就是因為 大家用戶多 所以選購就是會 會選購這樣子 然後 那結果 Apple後面緊接著 就是 菲利普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這個Sophia 那我想說 想說就是 來試試看 他們 他們 美國這邊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品牌 他到底是不是美國做的 好像也不是 代工在國外 那那個什麼牌子 這個牌子是 英國的 就是倫敦那邊的公司 這樣子 所以他就這樣用一個 用一個盒子裝 這樣小盒子 其實看起來好像 欸 就是拿到的時候 會覺得說 好像 好像有一 有一點就是 包裝算有點精緻這樣 因為不然一般的 一般那個在台灣 你買到耳機 的盒子 他可能就是 這樣子一個 然後透明 然後就看到耳機這樣 然後這個你還看不到 就好像在拆那個什麼 拆拆那個手機這樣子 然後所以 一個盒子 然後是相反方向才對 然後他裡面就有附一個 這個 耳機帶啊 然後 耳機帶 然後 然後一些這個 塞耳朵的 然後這裡面就是他耳機這樣 那 那我這次特地 特地買是買那個 我想買有一個 嗯 除了說 3.5厘米的 這個接頭以外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買買一個就是 嗯 耳機以外 就是 我買一個可以有 麥克風的 就是 可以收音的這樣 然後 他剛好 其實這不是我想要選的 但是他上面就有附這個 嗯 音量調節的這個裝置 所以 也是也是蠻有趣的這樣 所以 嗯 所以他他就是這樣子 那他裡面就有附附一個 我想應該是保證書之類的吧 然後上面就畫了這個英國的 英國的國旗這樣子 嗯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但但反正就是 他就 就一個Sophia的那個 嗯 說明書啦 說明書 然後這邊就就英國的國旗這樣 然後這 這是這個耳機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啊 這個音量鍵 然後可以可以調 調整音量這樣 對那 所以他就這樣子啊 然後我那時候買的時候也是有特別注意一下這個線啊 就是他他有講說這個線也是就是耐扯的這樣子 所以 一般不然一般耳機其實就很容易這個線就是會斷掉這樣子 然後 那可能 這個可能 比比耳機的壽命還要更短 當然 這次買就有特別注意這個東西 所以 其實他這個一個 才多少錢啊 15塊不到15塊美金 台幣不到450塊 他做的挺 做的蠻精緻的 然後 嗯 當然使用上等一下我才會試試看 到底到底 到底厲害厲害這樣子 然後 嗯 如果他他的音質是什麼的就是那種 重低音什麼的都一般可以接受的話 我就覺得說 啊這個是一個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東西 就像那個藍牙耳機一樣 藍牙耳機20塊 然後 大家最怕就是藍牙耳機用一用會丟掉這樣子 然後你才20塊而已 所以 所以隨時 當然不是說鼓勵一直丟掉啊 只是說你丟掉的時候你就 你就不會太傷心這樣子 就是啊 而且 20塊的藍牙耳機真的是 那個音質真的還不錯 這個 推薦 這個推薦 如果你沒有 足夠的錢買 AirPod的話 你那個 20塊的 20塊美金的藍牙耳機 你大概 可以讓你買六七組吧 那個 AirPod 搞不好不止喔 AirPod是不是更貴啊 那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介紹啊 介紹這個 Sophia這個耳機 但是好不好的話 我不知道 就是後續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 主要是要記錄一下 就是 生活中一些小事這樣子 好的 那就 很期待 我不知道我們下一個開箱影片是什麼時候 因為 我其實也不是很會買東西的人 然後也 也沒有 平常也沒有說 固定會買東西 或者說 有很多的預算 會來買額外的東西 通常都是 需要的時候才會買 然後 好的 那就這樣啦 這是我們今天的 美國日常開箱 好 掰掰 拜拜 好 拜拜 好